参观一下他们的豪宅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像古代一样啊 像中国的古代一样的建筑 我们在一线城市 几百万可能就买 刚刚客厅那么大 在农村或者是小城市是很便宜的 大家好 妈妈 乱头发乱 这个小太阳 我们在哪里啊 我们来喝清酒的喜酒 在姑婆的喜酒 这里真的好多车啊 一个小农村啊 这是一个 这是晨西市的一个农村 是我见过最多车最多车的地方 各位你看着办法说话是吧 看着办法说话是吧 大家看这条路有多想 然后很多人都没地方停车啊 我们要办那些洗酒的时候 就会没有地方停车 我们去喝亲戚的喜酒 所以今天开车来这里 我看着办法说话是吧 我看着办法说话是吧 哈哈哈哈 走走走 哇塞 真的看这么气派的房子 很复古的建筑啊 很传统的建筑 然后请了好多人 亮哦亮哦 嘿亮哦 豪华哦 哈哈 我们今天来参加我 我姑的这个新房子 办喜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居然是那么大的一种 好多人过来的 有很多人过来这里拍照 大家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样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祠堂呢 因为因为很大 这个面积啊超大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来做这个饭店吗 还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 放烟花的时候美猪又哭了 放烟花的时候美猪又哭了 太大声了是吗 不怕啊不怕 走走走 哎呦参观一下他们的豪宅 哦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这是像古代一样啊 像中国的古代一样的建筑 是不是啊宝贝 哇塞 总共是六层楼 非常宽敞的 就一个客厅都这么宽敞的 我们在一线城市 几百万可能就买 刚刚客厅那么大 正屋城或者是小城市 是很便宜的 从这里走进来看 好像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祠堂 因为现在没有人这么建房子 对不对 有钱的都是建平民房 或者是建那个阳楼 建这种复古的风格 确实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 有钱的话可以考虑建这种风格的房子 然后这些是在这里 来吃饭的亲戚 这是它其中的一层楼的卫生间 跟在城市里面是一样的感觉 外面是很普通的农村风景 你看每一层楼都标配了这种 那住得很舒服这样子 这是其中一个房间 你看 从这里看上去就是这样子 从这样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像一个 我们现在那种宗旨 它有一个院子 我们回去了 我们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一家不可能 拜拜 看到我们了没有 拜拜